瞧见我盯着的二维码了吗? 嘿,就是你,别愣着了,快扫他呀,扫他呀,他呀。 破镇子为陈同府,副状辞以继之,兴气急。 醉里挑灯看见,梦回吹角连营, 八百里分灰下至,五十弦翻赛外生,沙场秋点兵。 马座狄卢飞快,功如霹雳贤精, 了却君王天下士,赢得生前身后名,可怜百发生。 这首破镇子是仇赠词,就是给朋友唱或者赠别诗写的。 兴气急一辈子写过一百八十多首词, 其中一半左右都是激励朋友不忘故土王施北伐的意思。 但是破镇子十句话,九句是幻觉, 只有最后白发生是真实的,强烈的执念啊。 都是喝了大量劣质低度白酒之后产生的郁闷景象。 只有,只有最后一句是真的。 哎,这其实是星期级作品的特点, 那么习惯就好了。 伟大的作品一般来自痛彻心扉的人生, 或者强烈对比的大起大落。 李后主如此,苏氏如此, 星期级嘛,也如此啊。 星期级,自星期级,小民又安。 肯定是小时候爹妈没少跑儿童医院, 又气级,还又安的。 先说他的名字吧, 古代很多家长喜欢把孩子的名字带上否定词, 现在是比较少见的, 例如小说里的《身不害》, 《张无忌》,《祸去病》, 还有就是星期级了。 大概都是希望孩子无灾无病健康成长的意思, 星期级,自幼安。 依然是希望孩子健康成长, 这个更加少见, 类似于一个孩子叫王健康, 自幸福, 听起来非常呆, 其实很多时候, 很多老外的名字同样呆, 不过翻译过来显得洋气而已, 例如彼得, 皮特, 希腊文就是石头的意思, Joan以前是上帝满有恩惠, 现在已经褪变为厕所了, 脑补一下一个同学被喊叫到毛厕的概念吧。 佑安这个名字后来在苏氏之后长期成为豪放派的代表, 还有一个人的名字也代安, 就是李清照号义安居士, 却是婉约派的代表, 而且这俩安都是山东人, 谁说山东只有大汉没有文化人了? 当然星期级是属于文武双全那种, 还特有爱国心, 因为自从他爷爷心赞开始, 这个名字特牛, 脑补一下你同桌名字叫赞, 山东已经是金国的属地, 星期级其实一直都是二等功名, 他的作品一直都是满满的理想主义, 最后半段或者一句, 忽然从满腔理想跌入一壶冷酒, 而理想完全变为现实, 就是在他23岁那年, 唯一的那次, 星期级带领2000兵马从山东杀过黄河到达南宋, 所以一般定义他都是生于金国的南宋爱国将领, 识人, 星期级为啥喝醉了会想起沙场, 想起点兵, 想起打仗呢?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, 23岁这次胜利是他唯一一次爽的时候, 后面进入南宋小朝廷, 居然让这哥们去地方上维稳, 星期级自然郁闷, 但是毫无办法, 因为正是宋氏正统让他这样干的, 作为忠臣, 他只能服从, 虽然他前后写了很多策略, 建言, 要求打回北方, 始终无法实现呀, 所以星期级的很多作品, 充斥着这样的向往那一次, 无奈还是这一切的情愫啊, 它是Courtney, Bitch Bet attack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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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No T6, Distance for burning cities down, It's such a rampant rate, No graphics, And no fucking powerpoint presentation, So they just DIY'd this shit, And they built their own bombs, She's the suicide bomb, She's number the gold,